刚刚的部分我也把这个刚刚的部分帮各位做截图 所以各位有时间的话 那个INDIRECT这个部分也有 有答案放在这边 OFFSET也有 另外刚刚补充就是将那个 就是资料来源跟你的报表出出 是把它分开来的 那分开来的话呢 记得就是说我是用Ctrl加拖拉过来 就产生一个新的工作表 其实是复制工作表 那复制过来之后的话 把它改名叫资料来源 另外一个叫报表输出 然后呢当然最后的结果 可能它的那个蓝的这个位置不对 所以记得把Column减3 把它拿掉 因为我们现在把ABC三蓝都删掉了 基本上前面已经没有三蓝了 所以不需要减掉3 那最后就可以把它这个结果也做出来 那最重要就是说这个修改名称定义 很重要这个地方公式里面名称管理员 所以以后你们建立很多那个名称的话 假如有错误的话 或者是说里面的那个范围 将来有更动 你也可以在这里面做修改 或者重新再建立的动作 那接下来我刚刚VBA部分 我们当然呢也不免俗的跟前面一样 就是做完之后 当然你想说有没有什么更快的方法 以后不需要这么麻烦 反正以后按个按钮 事情就全部解决了 那是最好的 医疗永逸 可是你要按按钮之前 你可能要自己懂得 怎么去把这个按钮里面的程式 VBA给写出来 这个可能是稍微需要动一点脑筋的 那当然方法至少有两种 OK那当然我这边有两个按钮 一个是range输出的 一个是sales来源 一个是我管 我是以这个 这个输出的范围当成是基准 一个是从那个来源当基准 那这个写法就不一样了 有两种写法 那我先demo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输出按下去就OK 结果就出来了 那sales来源 其实最后也是一样 只是说两种的写法的程式叙述不一样 不一样 那哪些地方不一样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逻辑是这样子 一定是会有两个回圈 一个是for i i的话一定是列 从第二列一直到第几列呢 基本上因为它总共的话会有几个人 好像是八 应该是八个人 所以二到九好了 假设我们已经知道二到九列 OK 所以for i 等于二到九列 二到九列 所以将来输出 那for j 这边最后我们有个i 这个指的是哪一列到哪一列 另外的话呢 我会有个for j 我习惯追 我习惯追 当成是哪一篮到哪一篮 那因为基本上我输出的这个范围是从等于第四篮 蓝 有没有到第七篮 所以for i 等于四到七 前面多一个for for i 先for i 等于二到九 for j 等于四到七 底下都有个ness 那这个时候呢 我就已经先把那个它的储存格的位置先确定 所以呢 我们将来输出的话就是sales sales 刮胡 i 等于追 前面是i 然后哪一篮 后面的话呢 现在把它改成追 就是哪一列哪一篮 那比如说这一列就是第二列的第四篮 就是这个储存格 再来追的话就是第四 再来第二列 第二列的第五篮 第二列的第六 第七 那下一个的话就是第三列 然后一直往这边 所以它会一个一个一个 那去做什么呢 去把资料给带过来 那你的资料在哪里 资料在这里 那我要怎么样刚刚好 可以也是一样 一个罗伯尔坑把资料带过来 那一样的道理 基本上呢 我们会有for i for j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程式 基本上 这个逻辑跟刚刚逻辑还蛮像的 我这边有range 输出 for i 等于二到七列 for j 等于二到九 四到七 这个刚刚讲过 一个是列回圈 一个是蓝回圈 反正往后 你要输出到哪个 你就先以那个输出的范围先规划 那再来做什么呢 把我要输出的东西放在后面 丢到哪里呢 丢到sales i ij ij指的是哪一列的哪一蓝 那他一定会先把这个2 进来的话 2-4 2-5 2-6 2-7 全部跑完之后再换成第三 就是3-4 就是一个一个 然后后面的话呢 输出什么东西呢 这个地方就是输出什么 其实基本上这个概念 跟刚刚的那个蓝跟列蛮像的 怎么说呢 因为我们一样有个追 追其实你可以想象成 跟刚刚那个column很像 column不是取得你现在所在的哪一蓝哪一列吗 那因为呢我要去抓的是 我要抓的是B B多少 B2 B2 那B2是放第一个嘛 所以基本上我第一个是放B2 再来 再来就下一个应该是 这个是B2 所以这边是B2 这边是B3 再来就B4 意思类推 所以呢我用什么方式呢 可以刚刚好 2-3-4-5-6-7-8 8-9 对不对 那所以我后面这边的写法 其实基本上就是 一样range range指的是哪一个储存格 但它也是一个范围 也可以直接单独指的是哪一个储存格 那前面的话 因为一定都是B类 因为我的来源是B 但后面的数字呢 一定是在2 第2个到第哪一个呢 Ctrl向下 第33个 2到33之间 所以呢 这个储存格一定是2 一直到33 那我的公式基本上 我是直接怎么样 用J 那这个地方的话 J为什么要减掉2呢 基本上 我们现在的J 是从第4开始 对不对 那4-2 刚好就是多少 刚好就是2嘛 对不对 那加上多少 那加上多少 后面是列 列的话是第二列 那我刚刚讲过了 刚刚row 有没有 row第一次初始的时候 一定会把这个它自己的列先剪掉 为什么呢 因为在第一个 第一个 第一次那一列 有没有 是不用加上4的倍数 有没有发现 这个逻辑跟刚刚那个 还蛮像的哦 你可以把这个J 当成是column i当成是row 有没有 所以基本上 这个做出来 第一个一定是 J是4嘛 所以4-2 那就是2 加上多少 2-2 那就0嘛 0乘上4还是0嘛 所以加上0 那不就2 那再来就是3 4 5 所以配合B 那不就是什么 B2 B3 B4 B5 有没有 那这样以此类推 那可是再来 我也需要怎么样 把我不要的前面的什么 入职时间冒号去掉 那我可以用MID函数 那MID函数 那MID函数 我这边是直接把那个 出称格里面的东西 一样带过来 然后我做什么事呢 我就直接 去 从第几个字 从LEN 所以这边 我是直接 这个是E 指的是入职时间 这四个字 我算一下它有几个字 然后再加上2 为什么加上2 因为冒号扣掉 冒号扣掉的后一个 那就可以算到 它后面那个字 之后的全部 带过来 所以用MID 好像 MID加L 好像也一字